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立晚间新闻 我是挂会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天 先带大家来看关键这一秒 这起火警意外造成一死一伤 王姓男子活了下来 但妻子命丧黄泉 警方怀疑纵火的可能就是和丈夫有关 车辆拖回回收场后 首先就是派出怪手进行压毁作业 确定压了够扁 怪手在将扁到不行的车辆吊起 直接丢到废弃小山 或是丢到搅碎机里 直接搅毁 客政中9月1号星期上午9点半 就会到北检来报道 接受检察官邓定强的讯问 将会采集毛髮和烟尿 我们就没有做一定是在包容 我们认真说我们的党证明 没有准备这个之后是 我们的那个房工现在是 叫他那个 叫他那个 不是啦 不是喔 这个公家的 他不是说他已经走下去 他才会分手给大家 哪有 这样有啦 再过8天就是中秋节 高雄有民间团体提前发送了 800份的爱心凤梨酥要给弱势 没有想到民众好怕领不到 提前一天就来排队 当场还爆发口角 陈昭谷最新连线报道 昭谷 主播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高雄市的这个三民郭小钱 是排满这个长长人龙 不少的阿公阿嬷是顶着大太 在人行道上排队 那甚至还有一些人是用着这书本 一些物品要来占位子 那全是因为高雄的爱心团体 趁着这个中秋前夕要来送暖 那上午发了这个800份的凤梨酥 要给一些弱势团体 以及中低收入户 不过由于人太多 现场还爆发了这个口角千辛 带你看看小找画面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民众 这么生气 全是因为不少人 有的不少人是前一天 或是一大早就来排队 没想到现场却有人是插队 甚至还有重复联取了三四份的 这个凤梨酥 那一早就来排队的 其他民众是相当铺满了 那不过主办单位也表示说 由于他们这个经费有限 那这次花了十万元 做了800份 还是供不应求 虽然他们已经呼吁 现场的民众一次只要拿一份 但由于这个现场的秩序 实在太过混乱 也让主办单位的一片豪意 反而引发冲突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换给棚内 好 至于社会角落 这个弱势家庭 桃园有一个12岁的小妹妹 非常激紧救了妈妈一命 她打19告诉景潇说 自己的妈妈躺在床上 怎么照都叫不动 景潇赶来才发现 原来她的母亲吞药 紧急送医才见回了一命 而这小女孩还打电话通知外婆 赶来照顾弟妹 表现非常的早熟 原来这一家女童的母亲 是离婚之后 一个人要养五个小孩 经济压力 加上最近感情不顺遂 她一时想不开 救护车上的行车记录器拍到 无心女子在送医前 已经呈现婚秘状态 要是时间再拖久一点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28号上午 景潇接获女童报案 说妈妈躺在床上 怎么叫都不会动 救护车立刻出动 救人员发现 女童母亲床头 有开过的安民药瓶 研判服用了大量安民药 赶紧送医急救 警方调查 获救的无心女子 家中有五个小孩要雇 最大年纪13岁 最小才2岁 经济全靠家人接济 童区人脾气火爆 上个月吵架 还痛殴无心女子 她已经提告家暴 获救出院期间 童区人不仅痛骂她 还朝她吐口水 警方连忙申请家暴令 无心女子表示 因为经济感情问题 才会一时想不开 童区县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目前已经安置 三名年纪较小的幼童 并且联络家属 帮忙照顾 另外两名就学中的子女 三星门张玉杰 谈报道 据议员柯震东 两度开道歉记者会 其中在北京出面的时候 可以说是泪流满面 这一幕看在 她之前交往的女朋友 肖亚轩的眼里如何呢 她在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的确看到她这样哭 心里是非常非常地心疼 也坦诚她传了简讯 去关心柯震东 希望她好好地加油 我对柯震东来说 接下来要面对的 还有一连串的考验 明天礼拜一 一大早九点半 她必须要到北检来报告 要采集她的毛发 跟尿液做检查 痛师庄围露满腰 还没退 夏亚轩为新专辑 请跑宣传 但仍然心系柯震东 看到她在记者会上痛哭 夏亚轩很不舍 知道错了 柯震东也一代对外道歉 他更要对自己负责 柯震东九月一号 星期一上午九点半 就会到北检来报告 接受检察官邓定强的讯问 将会采集毛发和烟尿 邓定强就是侦办 纳奶粉杀鹰案的检察官 这回侦办柯震东 根据了解 将会采集紧贴头皮的根部头发 大约一元面积大小 就可以推算近几个月 有没有吸毒 为了预防场面混乱 北检也已经指示法警 严阵以待 到时候将会拉出封锁线 应勋地点 则可能是在第一侦察亭 隐秘性比较高 虽然据传 检察官应该会念在 柯震东是初犯 给予缓起诉 借影治疗 但最短也要两个月 看来要平息读风暴 柯震东还有一段 漫长的路 曾旭也做不到 您是不是认为 物竞天泽在这个世界上 是大鱼吃小鱼吗 接下来这个镜头 会颠覆你的看法 这是在太平洋中央 有一座非常奇特 珊瑚岛礁 它罕见有几千只的鲨鱼群游 原本在这个世界鲨鱼的首都 有生育学家 他是带着摄影机 冒险要下海来拍 就在拍摄过程当中 惨遭一群鲨鱼的攻击 这生死一瞬间 居然是另外 来了一群小鱼 合力的围攻 把这鲨鱼给赶跑 也把这个学者 幸运的给救了出来 人与鲨鱼的近距离接触 每一秒都是生死关头 拯救他免于成为鲨鱼典型的恩人 竟然是一群小鱼 你看这个 他在攻击她 鲨鱼正在攻击鱼 生物学家带风萨姆尼 下海拍回毕生难得一见的海底动作片 地点在太平洋中央的朗伊罗亚环郊 这里有个令人站立的称号 叫世界鲨鱼首都 令人联想到大战时天空不满轰炸机的情景 头顶海中满是鲨鱼 这里独特的地形造成强大海流 掀起海底围生物泥沙 吸引数以万计的小鱼群觅食 让这里意外成为鲨鱼的掠食天堂 忽然间泳餐中的鲨鱼通通不现了 因为它们掠食同时也被掠食 鲨鱼吃小鱼 五沟双击沙再吃鲨鱼 层层相扣的食物链 保护了珊瑚礁的平衡 让珊瑚生生不息 吃与被吃的悲喜剧轮番上演 在你新闻展望频道 最近消息观众朋友加油要赶快 这是中游宣布了 明天凌晨开始汽油要涨两脚 而柴油的部分美工生长一脚 宣告八月连续四个礼拜 调降的好日子在今天要结束了 所以今天有空要赶快去加油 不过开车也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两天山区下起大雨来 加以阿里山公路在77.2公里处 今天发生了土石摊坊的意外 而且这一回面积相当大 道路因此中断了 目前抢救的情况恢复了没 我们连线陈妙新告诉大家 妙新 好了 阿里山公路又传出了交通中断的状况 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呢 中断的地方是在77公里 十字村路段这个地方 那么由于山区这几天都下起了大雨 因此呢早上七点多 这边发生了边坡摊坊的状况 那么大量土石倾泄之后 双向的交通都是中断的 那么公务局表示呢 其实这个地方五月份之后 正在进行这个恢复的工程 现在又全毁了 五月初的时候 我们在做复建工程 那在复建工程中 我们的临时保护凑复都已经做好了 可是这几天的雷震也实在是太大 下了蛮多的 那后面又很松腾 就滩下了 好了 那么整个边坡摊坦的地方 有长40米深度有17公尺 所以总共土石落实量 有3000立方公尺这么多 因此呢双向交通是中断的 还好当时候没有人车经过 没有造成伤亡 那目前呢 公务局已经出动了 大批的机具来到现场 希望能够清除这些土石 原本预计是下午1点钟要通车 不过以为土石量太大 延到了5点 现在又说有可能 要到明天中午之后 才能够抢通了 所以呼吁游客 暂时不要前往阿里山 至于呢 目前在山上的游客 都改往新中横下山 所以是没有人受困的 相信目前我们掌握最新状况 至于没有新掌握最新的消息 要抢通恐怕是明天中午的事情了 刚看到阿里山公路部分封闭 而接下来带大家关心 是南投发生的彩查工人 辛苦加班 但半路翻车的意外 这辆发财车 它载着有7名的彩查工人 准备要前往南投信义厢的 新中横公路 结果在这个产业道路上 一不小心翻车 还滚下了5米深的山坡 彩查工人说 他们当时先感觉到 好像是刹车失灵 紧着着这车子不断的逗退路 而当中有一位是77岁 吴姓阿嬷 他到医院之前 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造成了一死四伤 受伤的彩查女工躺在担架上 紧急被送往医院急诊室急救 但是一名77岁的无姓阿嬷 到院前因为内出血严重 没有呼吸心跳 重伤不治 意外发生在上午6点多 地点位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 114.5公里处 由于事发地点偏远 坡度又陡 救护车根本到不了 消防队员只好请当地民众帮忙 用小货车载运伤患 现场一片凌乱 回事发当时 阿嬷仍心有余悸 当时蓝色小发财车 违法超载七名彩查女工 要爬上20度的陡坡 没想到车子一试刹车失灵 整台车逗退路 突然四脚朝天 翻覆在五米深的山坡上 造成一死四伤的意外 三天新闻 吴库云吴一哲方品文 SG小组南投报导 好 因为今天还发生了 这个非常离谱的状况 这是有菜鸟保全 他上班才十多天 引狼入室还浑然不知 我们带大家来看 这是新北市三重 这里有个社区遭小偷了 而这个小偷 到底怎么跟保全说的呢 他先假装自己是住户 然后告诉他说 糟糕我忘记带钥匙了 可不可以拜托你借我铁锤 让我敲破窗户 直接爬窗回家呢 而这个保全听了之后 傻傻也真的分不清楚 他不只借了铁锤 加码还包括是衣架 以及相关的螺丝起子 过程当中这个敲窗的声音 实在太大声 保全还好心提醒说 你在破窗的时候 应该要小声一点才行 而后来这个住户回到家 才发现糟糕了 他像名表 饰品通通不见 损失上百万 后来才知道 居然还是这个保全的失误 实在气炸了 这个失误闹大 恐怕要赔好几十万 被小偷敲破的窗户 留有破洞痕迹 惨遭窃贼光顾的住户刘小姐 从国外回来看到家里变成这样 实在难以置信 三十岁的小偷 遇到刚到任 才十多天的菜鸟保全 谎称自己是住户 忘了带钥匙 要等女友回家等借口 将保全骗倒 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要保全借他铁锤 敲破门进屋 甚至保全听到破窗声 还好心劝说小声一点 不要吵到其他人 直到屋主从国外返家 才发现家中的名牌包 名表 饰品统统不翼而飞 气得痛骂 管理费根本绞心酸 我觉得很夸张 对 保全本来不是应该是保卫 我们的财产安全吗 怎么保全变成说 给小偷提供作案工具 因为没有经验 然后没有注意那么多 因为他不晓得说 这个事情的这个 有个严重性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犯嫌 不排除是内贼所为 将依巡监视器追查 而引狼入室的菜鸟保全 虽然没有停职 但因为一时的疏忽 相关的赔偿事宜 恐怕也逃不了 在内新闻王运主 刘炳珈 新北市报道 差不多我们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金融市区发生了 有四颗未爆弹 而这个工地 原本正准备要盖新的区工所 工人开外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 这个长条形的炸弹 长约100公分 发现它已经生锈 而现在警方跟消防人员 到现场不敢大意 他们先拉起了封锁 现在戒备 也要等待稍后国军 到现场来处理 我们会有最新的连线报道 至于新庄 有一对夫妻 整晚口角之后 紧接着发生了火烧屋 妻子葬身火箍 这案情可能会出现 戏剧性的转变吗 我们带大家来看 这场大火发生在 新北市的新庄 五楼出租套房起火 而这对新婚夫妻呢 老公顺利逃出来 但妻子命丧火场 警方已经完成了 初步的笔录 这名32岁的丈夫 王姓男子他怎么说 他说当天是先吃了安宁药 睡到发生火警 他才紧急逃命 怀疑是因为自己抽烟 才会引发这场大火 过消防队呢 到了现场来勘察 他们认为这个火势 烧得又猛又快 抽烟的火 不太可能会这样的猛烈 这个火场的状况 跟丈夫的公词 很明显都不笼 加上这个丈夫 是有毒品前科 现在他被改列为 仙医院来侦办 33岁的王姓男子 从医院被带到警局 制作笔录 身上手铐脚铐都戴上 他的腿部轻微烧伤 但走起路来步伐不稳 他晃晃 精神明显不集中 一个不小心摔在阶梯上 这起火警意外 造成一死一伤 王姓男子活了下来 但妻子命丧黄泉 警方怀疑纵火的 可能就是和丈夫有关 我就昨天吵架了 吵到早上就开始吵 那吵是我这上厕所 上到一半 就闻到那烟味就起火了 妻子当时被发现时 倒卧五楼租屋处卧室 丈夫则是自己 逃到二楼的楼梯间 被人发现 事后丈夫向警方公称 自己睡前有抽烟 有吃安眠药 早上火烧才被吓醒 但警方认为 抽烟引发的火势 不可能这么快速又猛烈 并调查出丈夫有毒品前科 将他列为纵火嫌疑人 看看其他房客拍下的影片 起火的出租套房 烧得一片焦黑 甚至连浴室的塑胶门 都烧到融化 火调科勘查 浴室的火势最大 而起火点 出盼靠近窗户 极有可能是纵火造成 加上丈夫事后制作笔录 说法一变再变 是故意隐瞒案情 还是真的有嗑药 警方完成笔录后 将择其移送地检署复训 若是真的烧死妻子 重大罪行 已经触犯杀人罪 赛利新闻综合报道 好 因为屏东县警方 破获了一个贩毒吸毒集团 逮捕实名嫌犯 这当中赫人发现 怎么有一个是任职 屏东消防分队的消防员 也在内被抓了 而且他的尿液检测 呈现的是阳性的反应 今天议员就同批说 这个消防队员吸毒已经被抓 怎么还让他继续执勤 开着消防车到处在再送病患 这难道不是草菅人命吗 我们刚收到最新的消息是 消防队在今天下午 做了最新的决定 把这个涉毒的消防员 先调离外勤的职务 贩毒集团以出疏公寓为据点 浑然不知已经遭到警方监控 大批远警埋伏门外 见时机成熟 踹开铁门 强势攻坚 躺在床上的嫌犯 第一个遭到制服 房间内搜出安非他命 K他命毒品和吸毒工具 这群嫌犯一度顽强抵抗 警方进入房间茶室的时候 我发现房间这六位 提醒都是很壮硕 其中一位封闻是参加过三铁 比赛的一个选手 警方连搜两处公寓 总共抓到十名嫌犯 不只有壮硕的三铁选手 赫然发现竟然有 恒春消防分队一名张姓消防员 而且验尿呈现阳性反应 根据了解张姓消防员 2007年在桃园服务的时候 就两次吸毒 祭国乐解 据他表示他是在两周前 在不知名的那种情况之下 他有做一个有吸食 他并没有承认有购买的一个行为 童年的部分 他是在私下有金钱来往来这样子 消防队员工程是和朋友聚会 务实毒品 消防队表示相信他的清白 等检方复验之后再做处理 不过议员痛批 吸毒还开车再送病患 根本是草菅人命 最后消防局决定将闯祸的消防员 先调离外勤职务 三连新闻张晃明 屏东报导 至于很多人买车 机会挑这种百万名车 看中的是他的晶片钥匙 这比较着重的是独特跟安全性 全台湾说起来 也只有几个师傅会拷贝 高雄这个车主 其实他就看准这一点 花了四百多万 买了一辆双B的名车 没有想到才刚刚进场保养 一回来一个多礼拜 车子是停在自己家的门口 就在这里被偷 他掉了监视器画面一看 实在要昏倒了 这窃贼看起来轻轻松松 他拿着一个遥控钥匙 按一下 大灯就亮了 花不到三十秒钟 轻松把他的车子给开走 他现在怀疑这一把钥匙 到底哪里来 车主百思不得其解 运动流线的外形 着重道路行驶性能 动辄三百万起跳 还是有很多民众喜爱 没想到名贵的车子 不到三十秒 被窃贼轻松开走 三个半夜 一名男子出没在高雄街道 带着鸭舌帽 走进大楼骑楼下 好像在开自己的车一样 没多久 大灯亮起 扬长而去 被钥匙开走的啦 所以我们想说 不知道是原厂那边 有没有什么状况 原本车主就是看准 晶片钥匙 全台湾只有几个师傅会拷贝 非常安全才买车 没想到窃贼却不费吹灰之力 偷走这百万名车 实在很气 回想起来觉得怪怪的 车主说8月13号才进场保养 回来一个礼拜 车就被偷 怀疑可能是钥匙被人复制了 百万名车呢 都是用晶片钥匙 但现在一次钥匙出了问题 车主找上厂商才知道 还有其他备份 又说 其实这台车有十只钥匙 但是有八只在他们公司 然后都没有不见 我就觉得这样蛮离谱的 一辆车有十把钥匙 车主听到不敢置信 原来是每辆车 除了给车主的两把钥匙之外 德国原厂还有八把备份 输入资料追查 原封不动都还在德国 数量没有短小 绝对不可能从总公司流出去 但小偷怎么会有钥匙 轻松偷走四百多万的名车 车主百思不得其解 三星文主委达周一轩 高雄报道 原来这名车 其实有十把的备份钥匙 当中呢 刚所说有八把 是留在德国原厂 那到底是谁 拿一样的晶片钥匙 然后开走双B车呢 我们也请教了专家说 这很可能是车主呢 他的钥匙曾经交给别人 比如说 其实你找到这个代客 帮你停车啦 或者你到过洗车厂 有些人士 其实他趁机 可以用所谓的匹配仪 这可以偷走密码 然后复制钥匙 或者呢 把车子卖给他的 这个中古车行 其实他们也可能 保留了有部分的钥匙 这整个复制的过程 花不到十分钟 他只要锁定车子的位置 很轻松就可以偷走了 电影里头的偷车贼 钥匙开了 还要对密码才会发动 这就是引擎启动密码 BMW车种就烧录在钥匙里 只要坐进车内 车子感应到钥匙 密码的讯号就会发动 一般开门的讯号 范围大约10到30公尺 有可能被拦截 但引擎启动讯号 范围顶多1.5公尺 要拦截并不容易 偷车贼要复制钥匙 就得从车主下手 这就是用来复制钥匙的匹配仪 一旦车主的钥匙 暂时落入他人之手 匹配仪就能读取密码 烧录在另外一把钥匙的IC 只要车子的位置被锁定跟踪 就会被轻易投走 他能够就像你车上 读你的密码一样这个动作 把密码读进去 他记起来之后 钥匙还你 专家说像是代客趴车 修车厂 洗车厂 中古车行 都有可能被有心人经手 复制钥匙 车主可以请原厂帮忙设定 像BMW最多可以烧制10把钥匙 把原有的10个栏位 只留两个使用 其他通通设成关闭使用状态 复制的钥匙就会失效 最好还是别把钥匙 随便交给别人 比较保险 三年轻无杰产安置台北报道 好 不过说到车子 今天让很多爱车族堆心挂的焦点 就是这个要价1500万的超跑 因为违规他面临要销毁的悲惨命运了 车主是一个37岁的机师叫林修凡 去年开着这个俗称叫大牛的林宝街宁上路 但是他其实没有牌照 当场被警方拦查 依法必须要没收 这机师不服气 他提出上诉了 但是被驳回 回收商就估计说 如果以每公斤是6块钱这样的废铁价 那么把这个车子报废之后 恐怕它的价值只剩下9990块钱 万年有兆 开着林宝坚尼因为没有牌照 被原金逮到 车主却睁眼说瞎话 便称自己开的是法拉利 车主心虚站在一旁 原来他是名阔哨机师 花了1500万 从国外进口这一台大牛 但却没有经过安全审验合格的上路 被依规定没入 还得面临销毁惨况 车主不服提出了申诉 但法官却叹他败诉 这辆价值千万的超跑 停在派出所地下室 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 可以看到呢 他的车身几乎沾满了灰尘 而且即将面临销毁命运 跟一年前比较 大概去年11月比较的话 是灰尘多了一点 灰尘多一点 那其他都是 还是保持原状 林宝坚尼关在这里 帅气模样全没了 变成了一头带宰的大牛 等着被送到回收场 像这样先压毁后 再丢到缴碎机内销毁 趁金论两脉 所以处理这一次压力不会很大 不会啦 回收场老板似乎被下了封口令 不愿多说 因为1500万的大牛 以每公斤6元的废铁价换算 残值恐怕只剩下9990元 可怜的大牛 连想要留下完整的引擎 或是车头最趴的logo也不行 只因为机师车主失误 害他难逃 屠宰命运 千万车身变成了一堆废铁 三里新闻 江俊阳 张展志 许嘉诚 陈伯彰 台中采访报道 好 不过开车上快速道路 看到这一幕 好多乘客其实在这一幕都狭眼了 台中有民众所拍下来 在74号的快速道路杂道上 照理说车子要上这个杂道 你应该是一辆辆往前开吧 但他看见的却是这样集体 一辆接着一辆往后来倒车 大家集体逗退路 接着一块往平面道路来离开 好 这难道没有违法吗 走错渣道可以这样倒车吗 我们实际问到了 这里的辖区交通队 他们解释说 当天是有状况的 渣道上有一辆卡车 就在这里翻覆了 当时挡住了去路 而刚开始有一些驾驶很担心 前面会不会塞车啊 所以有人下来了 就自己指挥交通 要后面的不要再上来 还要大家一起倒车离开 要像快速道路的车 怎么不是往上走 而是往后流 这不是倒带画面 而是一辆一辆的轿车 排成一排依序往后倒车 接着再从平面道路开走 拍摄地点就在台中 74号快速道路的扎道口 有看到一台大卡车 就卡在上面了 杀死车 它是卡在扎道上面还是 对对对 就在扎道上面 就是口那边 目击民众刚开始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还以为是车辆上座扎道 集体倒车离开 因为看看画面好夸张 一 二 三 四 至少六辆车以上 全从坡道缓慢倒车 最后才看到一名男子 拿着三角追出来 在扎道口指挥交通 他自己下来指挥 叫那车倒车 因为卡住 其他车也上不去 那边都会塞车 查证辖区交通队 警方表示 22号当天傍晚 在74号快速道路 重德的扎道口 确实有卡车翻覆 加上自小客车 擦撞意外才会造成塞车 而刚开始也确实是卡车驾驶 自行指挥交通 要叫车别上来 不是走错扎道 倒车 民众别误会 也不会对车主开罚 三地新闻 张展志许嘉诚 台中报道 另外这个绕境出意外 彰化河美有个土地公庙 他们举办绕境进乡的活动 特别设计了个高空烟火秀 你有想到厂商疑似 是这个拉线的时候 不小心走火了 整台装着烟火的货车 瞬间爆炸起火 还波及了一旁的工厂 还好没有人受伤 不过记者在拍摄的时候 它还二度的爆炸 整车烟火都炸烂 浓浓黑烟直串天气 好几公尺远 就能看到现场烟雾弥漫 消防队一赶到 立刻拉起水线灭火 车头还在扑灭火势 记者也正在拍摄 没想到烟火 又突然再次爆炸 现场一片凌乱 爆炸烟火车 被烧的只剩骨架 不停冒烟 一盒的鞭炮 散落在草地上 不停燃放 火花还迫及到一旁的工厂 爆炸意外就发生在 上花和美镇这间土地公庙 正在进行绕镜进香活动 特地请来厂商 架设高空烟火 没想到拉线过程中 疑似走火发生爆炸 就连记者也擦点着殃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3D新闻许书维 账号不到 好 至于台湾之光 这是台湾有艺术家的创作 登上了国际 还在电影当中亮相 没有想到 扯他后腿的也是台湾人吗 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一位 艺术创作者 他叫做李中勇 之前运用了磁力跟重力的原理 他创作了这个 不断会自己旋转的装置艺术 有印象的话 在这个电影《钢铁人2》 拍摄的时候 其实这一幕呢 光是这个装置艺术 出现有四分钟之久 他的作品因此爆红 没有想到就在今年 台湾的网拍出现仿冒品了 售价只卖三分之一 男女主角对话 桌面摆设就是转个不停 先是出现个几秒 接着就是演钢铁人的男主角 拿来一堆东西 想阻止旋转 却怎么也挡不住 线条简单的转转艺术品 在电影《钢铁人2》里 大出风头 结合杠杆力学和磁力 转个不停 原创者是他 49年次的台湾人李中勇 作品因为钢铁人电影爆红 没想到今年3月 发现拍卖网站 有人卖其仿冒品 气不过报警抓人 警方查获的仿冒品和正品 几乎一模一样 价格只卖三分之一 只能靠装电池的位置 辨别真假 真品它是在基座的左右两边 各放两颗的上号电池 那么在仿品的部分 它会集中在一侧 一次放四颗的上号电池 仿冒品它是从淘宝网站 进到台湾来 目前我们已经有查获三个卖家 警方将陆续约谈卖家道案 以免另类台湾之光创作 继续沦为仿冒网拍品的 抢前飞扬 三立线网卡长 温玉闻新北市裁缝报道 很多女孩在脸书留言 喜欢写啾咪 这意思是绝嘴笔叶 送上飞吻 不过新北市 这个国小五年级的小女孩 在17岁男网友的脸书 她就这样密密麻麻留了 100个啾咪 引发对方女友促进大发 找了大嫂团 把这个小女生抓走 脱衣痛打 手指这水垢盖上头 一搓搓散落的 都是头发受害人士 她这名少女年仅11岁 惨遭霸凌 连衣服都被剪破 饮料零头 还被痛打一顿 吓得她只能躲在树丛 等待救援 就是这一块 重回现场 虽然这里是社区活动中心 但平常很少人经过 当天还好 有民众恰好看到赶紧报案 就是前身赤裸嘛 今天民众报案 我们后务派出所 也马上派员 过来这个了解 因为来钓鱼的话 来来玩玩车很少 有时候钓一个下午 看车子就知道了 没什么人 追查原因 少女脸书 笑出端倪 这100个揪咪字样 发送给网友 虽然少女变成 只是好玩而已 但却引发男网友的 女友吃醋 找来5名友人 组成大嫂团 殴打少女 被害的那个女童 未成年女童 从台北下来 我们辖区来找一个网友 结果被网友的女朋友发现 所以说这个 这个女孩子就很不高兴 被害少女才5年级 但却在网路上 谎称17岁 平常翘家寄宿网友住宿 少女妈妈也拿她没辙 但这回脸书po文 100个揪咪 换来毒打 正风思处 换来的代价 相当惨重 三连新闻新竹综合道 好 明天就是开学日了 现在的小朋友流行什么呢 是这种用橡皮筋编织的 彩虹手环 过英国所生产的品牌 被验出塑画剂 超标400倍之多 就把它这样 再拿一条橡皮筋 一拿到橡皮筋 小学生当场变成小老师 教大人们怎么编 现在小学生最夯的活动 就是编织彩虹手环 但你知道里面 参了什么吗 打开光谱仪 白色蓝色和黄色的 橡皮筋放上去 结果 来比较一下 黄色橡皮筋在紫外线光照前 颜色是比较淡的黄色 紫外线光照后 变成较亮的金黄色 明显含有荧光剂 不止这样 打开甲本 倒入烧杯 再加进橡皮筋 搅拌大约10秒钟 色素马上现行 结果我们看到蓝色出来了 同样的方法 试验白色跟黄色 结果一样溶出色素 色素 淡光剂都会被人体所吸收 那都会在干战造成损害 淡光剂伤干 色素容易过动 更别说橡皮筋过量的塑化剂 影响正在发育的小朋友 不想小孩子手上沾满化学物质 最好多用肥皂洗手 也要避免边玩边进食 三地新闻江文贤王一仲 台北报导 赶在开学前一天 今天好多高中生忙什么呢 他们带着制服去改 有人改的是裤子长度 还有女生专门改的是上衣的腰身 高秀女生排排站制服 大PK 不过仔细看 这一件水手服 衣摆又宽又长 左边这一件 袖子也宽得很 尽管设计得再美 也大口分 前章八四分之一 转一下 这边向我 拿着皮尺一个量过一个 就连大腿腰围也量得很仔细 开学前夕制服店挤满 家长和学生理由全是同一个 因为我女儿比较瘦一点 学校的都很大 穿起来会像布袋 会像布袋一样 我想穿起来像布袋 学生花心思制服大改造 最在意的就是腰身 复兴高中和同学 镜子前换上新制服 笑得多开心 因为又宽又长的下摆 不止变短变利落 腰围也往内缩了一些 腰线变明显 这个人看起来有精神许多 就比较宽啊 就是连 他这边就没有办法那个 就是会 对啊 他会比较出来 那就很搭建 这边客户层 100个 差不多70个女生 30个男生 一样都穿制服 为了穿得漂亮 又不违反校规 学生们不怕麻烦 衣服一修再修 扯了开学前 另类盛况 三十五蓝星君 许昏美台北怎么到 好 暑假结束了 而下一个连续假期呢 就是中秋节三天连假 好多人准备要送礼 蛋黄酥呢 各地都有比赛评比的 像是今年龙凤堂 是蛋黄酥全国第一 他被选为 新北市长的送礼首选 另外新店有一家酒里香 连两年拿下蛋黄酥的冠军 三重这一家是老高饼行 叫做吉利 它是今年最新出炉的 蛋黄酥第一名 我们带大家比一比 这么多冠军 哪家最特别 一颗颗圆滚稳蛋黄酥 烤箱出炉 香味四溢 一刀切下 好厉害的咸蛋黄 加上层次分明的酥皮 这一颗龙凤堂蛋黄酥 号称今年全国第一名 这个也是冠军 这个也是冠军 不过来到这家酒里香 陶贱也说自家蛋黄酥 是第一名 店里店外贴满新北市长 颁奖冠军照 转到三重 还有一家吉利高饼行 它则是新北市刚出炉的 蛋黄酥第一名 所以说有去比赛 就是有一个增加一个广告 增加一个曝光率 有了第一名加持 看看店里堆满礼盒 就知道订单接到手软 但到底哪一个第一名 最赞 先从重量来比 酒里香60克 吉利小银一些 酒里香突破传统 在蛋黄酥里加进桂花 价格贵5元 但味道 蛋黄是融在那个月饼里面的 我女儿特别喜欢吃 每年都一定要来买 都住这附近 所以有推销说 它这里的蛋黄酥跟 凤梨酥都不错 客人心中各有拥护 哪管哪一年第一名 业者只要赚人气赚买气 消费者送礼也格外有面子 三地新闻 黄云峰 游凯如新北市采访报道 同样这个礼拜忙到手软的 还有什么呢 这个业者呢 他们专门做的就是中秋 懒人包的烤肉服务 他们说光是这个档期 业者可以赚进5000万之多 一圈 两圈 三圈 手动探烤 逼出油脂 卤猪肋排 焦香焦香 有客人自己烤的吗 没有 其实都这样 想吃不必动手 师傅帮你来 直击工厂厨房 这个是火鸡 两大只火鸡 热腾腾出炉 翻面送回烤箱 另一边还有香肠和糯米肠 三大烤炉同时动工 老板好忙 很多 很多 都排满满的 都差不多两个月前就订了 甜不辣 肉狗 想吃什么 彤彤帮你烤 用铝箔纸保温 打包送货到家 20人份 代烤费2500 中秋还没到 订单多了三成 但烤还不是最麻烦 有自己准备过食材跟器材 以前曾经有过 但是比较久了 那花多少时间 还蛮久的 花时间没关系 有点麻烦 香肠肉片丢一篮 看准现代人就是篮 烤肉也有懒人包 你说要怎么包 这样一包年了 员工忙着分装 整箱食材帮你打包好 烤肉业者自营工厂 一条龙拉低成本 最受欢迎的 一人份大约250 比自己买更划算 小小工厂 光是一个月中秋档期 出货多达20万份 进账超过5000万 最懒的啦 对不对 因为他记得之后 什么食材都来了 烤也是现场工作人员 在那里烤啦 要吃 人家就一盘一盘的 端到你的面前 前提是 得提前一个月下订单 中秋节还没到 懒人商机提前发酵 三地新闻 马家豪 许会每番新鱼 台北参报道 好 这两天 还有台日都在封棒球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就在今天晚间 这个时候呢 这是Lamingo 他们今天晚间 特别找来女生 拐拐帮忙开球 而另外呢 日本也非常疯狂 因为他们出现了 棒球史上 从未没有出现过 日本的高中 有一场软式棒球比赛 居然一口气 连打了50局 连打4天 在今天中午 才终于打完一场的比赛 我们带大家来看 这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日本高中生软式棒球 全国大赛准决赛 竟然胜了NHK新闻 因为其父中心 敖战广岛重得 这场比赛 打得难分难舍 0比0从第一局 一路写下去 一天15局 延长到3天45局 还是分不出胜负 延长赛打到第4天 刷新日本棒球史记录 两队都不是软脚虾 实力起鼓相当 延长到34局时 冲得第一次冲上三类 眼见打破整蓝鸭蛋 胜利就在眼前 但对方头部合作五间 比赛再度回到0比0 继续撑 两队先发投手 也从第一局开始 就没换过 还不断三阵对手 大家都不想搞到最后要抽签决胜负 幸好就在第50局 战况有变化 抓紧满垒有人的绝佳机会 靠着安打跟滚地球连续紧账三分 在延长赛第50局 中金以3比0击败重得 先发投手松井大和 完头50局用掉709球 恐怕也是全球 罕见记录 小明星文章 从Dox 带大家来看这个扑克斯的巧合 这发生在新北市政府 他们因应最近高雄气暴 还有澎湖的空难 发生一轮串的灾害 所以8月7号就在市长朱立伦的带领之下 特别找有13位的法师 在现场扩大法度 但就在这一天 直通市长市这18号的电梯 就发生了大爆冲的状况 这电梯不但是瞬间往下掉 而且他自动把门给打开 时间实在太巧合了 帮市府的员工大家都吓坏了 因为他们之前发生过另外一件事 新北市政府当中 另外一台编号是25号的电梯 他也会爆冲 而且连续三天 都是在凌晨0点0分准时的故障 好 我们今天问到新北市政府 他们是用电脑科学来解释这一切 就是这一台18号电梯 新北市府内唯一可以直通朱立伦办公室 却传出农历七月异常爆冲毛毛的 就在8月7号 新北市政府办普渡法会 当天两名市政府女员工 疑似搭上这台爆冲的18号电梯 没想到电梯突然上下左右剧烈摇晃 而且上面的楼层不停地跳动 普渡法会一半晚 电梯不但瞬间往下掉 还自动把门打开 员工被吓得惊声尖叫 拔腿往外冲 同样情况发生不止一次 有人加完班 深夜要到地下室 牵车离开 也被困在18号电梯里 电脑是有故障讯号 但是可能在普渡当天员工就会觉得说 就有点被惊吓到这样子 怪的是新北市府员工接连出意外 去年11月一位教育局科员轻声 今年5月又一个从5楼气窗掉下来受重伤 花圃里还留下一个人形印记 但莫名其妙这位科员事后完全想不起来 自己为什么会爬逃生梯轻声 意外发生地点旁边这部透明电梯 众说纷纭 更让市府员工一论纷纷的是 这台25号电梯最靠近市政府的捷运站 连续三个晚上在半夜突然故障 而且诡异的是 时间点都准时在凌晨零点 听说有人吓到就是觉得毛毛的 哪有 每天都没错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假日留守的新北市府员工 绝口不提电梯灵异传闻 尽管市府解释零件故障 平常都有在维修 但每到固定时间恰巧坏 在同一步电梯让人百思不解 三地新闻朱宇宏百事化台北财报导 好 这新北市政府的员工觉得毛毛的 电梯怎么会突然暴走 而且固定时间在半夜12点过后 就会发生这样固定时间的故障 甚至于市府特别找的是法师帮忙来送金祈福 而我们三地新闻特别是找到 当时来做法这位大法师 他到底怎么说 他说这个问题其实就出在他们这个大地标 大家其实12月记得在新北市政府这里不是有一颗大的叶弹树吗 就是这个有点像是竹笋状这个大地标 专家认为恐怕它就是造成意外频传的主要原因 做员工排排站双手合十 由新北市长朱立伦带领 这个月7号在市政府中庭举办普渡 但今年特地从9位大法师足足扩增到13位才共力 他是当天的其中一位法师邱天象 不会言因为今年各地重大灾难不断 市府内也闹得人心惶惶才会加强人手 现在就有多位秘密师指出 问题就出在这个新北大地标 雷射灯光流窜 新北市市民广场这个公共艺术竹笋 每到12月就会变身大型圣诞树 已经是当地的观光名圣 但是秘密师指出竹笋搭配广场上两侧回廊左右相称 恰好成为双手持乡的模样 才会事故平全 暗结杀直接冲击新北市府 紧急请来大法师超度安定人心 也希望能够破除回应重重的传闻 三星闻做活动 差不多我们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今天台北的意外真的很多 在刚刚六点多至上路一段这里发生了火烧车 这辆轿车疑似是引擎太热了 它在路旁起火燃烧 还好现在已经扑灭 而这车上的乘客紧急出散 没有造成伤亡 发生情况的详细状况 我们稍后会有完整的连线报道 另外再对大家看这一场意外实在不可思议 棉花居然把人活活给压死了 苗栗这个55岁的赖姓工人 原本载着棉花 他是要到纺织工厂去交货 开吃这个货车车门的时候 突然就五六包 这个棉花包这样滚落下来 他实在闪避不及 当场被压在棉花下 而这名一包呢 重达有210公斤 这名男子动弹不得 被救起来的时候紧急送医 但很可惜 内脏破裂出血 伤重不治 55岁的赖姓工人 被每包重达210公斤的棉花包压到 躺在地上痛苦哀嚎 一动也不动 纺织厂人员拿着伞 帮他遮阳 等待救护车前来 现场换走一名 意识清楚 意识清楚 救护人员火速赶到 搬下单架 把受伤的赖姓工人 送上救护车送医急救 过程中不断跟他说话 他是有表示说他胸口疼痛 27号校2点多 赖姓工人开着大货车 从台中港载运棉花包 前往苗栗后龙纺织工厂 准备卸货时 没想到才刚刚打开货柜门 五六捆棉花包却突然掉落 把他压在地上 动弹不得 那些都大大小小捆都不一定 所以才会里面放不整齐 所以他才会 才会一动到就会掉下来 事故发生当时 两名员工和一名警卫 合力帮忙 才将耐性工人合力拉出来 但是他因为腹部出血 几周后仍重伤不治 家属质疑事故原因 要求检紧厘清责任归属 财力族文唱会员 那天报答 好 社会聚焦还要带大家来看看 高雄这个小偷 他使出了吊虎离山计 想要偷零钱 没有想到踢到铁板了 他身高165公分 这一回其实到了超商 看到人家有这个爱心零钱筒 异想天开 他想说那来偷这个零钱筒好了 就故意告诉店员说 我想要买咖啡 一罐多少 那我要买一箱 趁着这个店员 他到了仓库去搬货的时候 扯下这个零钱箱 拔腿就跑 而这店员呢 其实发现的时候 立刻追了出去 而且这个店员身高有180公分 体格非常的壮硕 当场对他来个锁喉宫 把人给揪了回来 戴着安全帽口罩的男子 一进到超商 立刻就跟店员说要买一箱咖啡 其实他想把店员 支开到仓库 必有所图 男子一边跟店员讲话 一边还试图要将柜台上的零钱箱 偷偷拆下来 眼见店员就要从仓库出来 男子干脆直接拔下零钱箱 拔腿就跑 没想到才刚到店门外 立刻就被身材壮硕的店员 给揪了回来 一把出来 以老鹰抓小鸡的方式 一把就抱住嫌犯 然后还有空嫌可以拿起手机报案 超商店员只用左手 就将零性嫌犯整个架在怀里 走来走去 让他无法动弹 警方表示 这名零性嫌犯 由于身高只有165公分 体型又很瘦小 遇上身高180公分 体格壮硕的超商店员 根本逃不了 这个零性嫌犯是 是我们 我们凤山地区的贯切 所以他应该是 也是逼急的 被零性嫌犯拔走的零钱箱 里头只有347元 零性嫌犯想用吊虎离山剂 把店员支开 没想到最后人被抓回 现在得因为切到最嫌 吃上老饭 三天新闻黄大卫 陈招股高雄报道 另外还有人买包包 买了满肚子气 这是台中市一个 蔡姓富人 她到了台中 非常有名的百货公司 鲸艇专柜 买了一万三千多块的包包 买的时候 这个店员就说 没问题 我们这个保固是一年 但她其实背不到几个月 包包的提袋 就出现了脱皮 还顿色 她当然就拿到 百货公司要维修 但是这个店员改口了 告诉她说 保固只有三个月 当时她拿了一张 这个购物凭证 居然还被偷偷夹注了 未造变成是三个月的保固期限 后来甚至于推托说 怎么会破皮 是因为这个富人 自己流手汗才会造成 因此他们拒绝维修 好 这整个售后服务 实在太离谱了 富人决定要向消机会投诉 蔡小姐拿着 在百货公司购买的绿色包包 价值一万三千多块 但一谈到售后服务 语气变得无奈 因为包包才使用三个多月 提手汗边角 就出现脱皮现象 拿回专柜询问 居然得到这样的答案 专柜的回复 让蔡小姐无法接受 她说当初购买时 店员口头承诺 包包保固期限为期一年 拿着包包到专柜维修 没想到店员竟然改口 保固只有三个月 她打电话到客服 要求传真购买评证卡 银本确认 但收到银本 与当初购买评证一比对 序号签名都一样 但银本上的签证 竟然多加注手写的 三个月保固 明显涉嫌 未兆文书 蔡小姐怀疑专柜人员 为了让她知难而退 因此偷偷写下保固时间 打电话给公关求证 公关却急忙挂电话 蔡小姐还是质疑专柜 未照保固期限 她抱怨花上万元 在百货公司买包包 收服竟然如此离谱 谎话连篇 决定向消机会投诉 三天新闻林博彦 陈博彰台中报道 好 接下来就到底在排什么呢 不仅是有椅子 甚至就连包包啊 石头啊 全都拿出来摆 高雄原来是有一个 民间的慈善团体 趁着中秋节前夕 他们来发送 八百份的凤梨酥 要给中低收入户 还有给弱势团体 结果呢 来排队的人实在太多 还有人提早一天就来排 拧不到的 当场爆发口角 排队民众 拉着工作人员不断抱怨 会这么生气 全是因为高雄一个民间社团 趁着中秋前夕 发放八百份爱心凤梨酥 给弱势团体 没想到前来领取的人 实在太多 当场爆发口角 领取免费凤梨酥 不少民众为了抢位置 不但椅子 雨伞 就连石头包包也全出洞 但其实十二块凤梨酥 以及一瓶饮料的礼盒 一份市价才一百二十元 有人前一天晚上 就来排队 但现场却因为有人插队 甚至重复排队 引爆冲突 在有限的经费里面 能够做一些事情 当然如果说真的太多的话 我们也是只能 请他明年再来 主办单位表示 每年中秋节前 都会准备免费凤梨酥 希望能带给弱势团体温暖 但民众抢破头 还爆发口角 以及让爱心团体的免疫变得掉 三天新闻 图永泉陈昭股高雄报道 前不公不义 带大家来看看基隆六堵 这里广达两公顷的地 这被货柜的业者 长期占用 时间长达十多年 叫他们跟市政府打官司 已经败诉了 但是就是不肯搬 甚至离谱的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当起儿房东了 租给了其他业者 再捞一笔 把他们算一算 十多年下来 这基建的租金 已经高达有上亿元之多 而这块地 现在它是由国有财产署 已经剥交给市政府的文化局 接下来其实规划 希望把它变成是 亚太艺术中心 但是当地的民众 不断地抗争 已经这么久的时间 业者就是不肯搬走 他们现在被怀疑 政府跟厂商 是不是背后有鬼呢 眼前这片仓库 停满了几十辆的货柜车 而这其实是政府 原本打算新建 亚太当代艺术中心的预定地 不过却被业者 违法占用长达十多年 有利人士的介入啊 那我又觉得 你还是要有魄力的去执行它 民众直摇头 国有地被占用广达两公顷 相当台北小巨蛋这么大 民国七十多年 业者向当时的省府租用 精神之后土地收归国有 但是多年过去了 业者就是赶不走 假日货柜厂不上工 但却当起二手房东 再租给烤漆厂 违法营业被断水断电 还搬来发电机摆明赖到底 占用的货柜业者 基欠租金高达上议员 被基隆市府告上法院 业者败诉被要求撤出 并缴交不当力得 货柜车来回穿梭 但民众早已抗争好几年 无奈厂商耍赖 政府公权力软趴趴 小老百姓权益成了牺牲品 三立新闻张生长王教委 自动报道 接下来这个抗议的现场 演变成是火爆冲突了 这是好几位被加勒服 解雇的劳工 他们今天在劳工团体 陪同之下 跑到了加勒服 桃园经国店前面来抗议 没有想到业者 直接报警逮人 而警方在现场 带回有七名男子 跟一名女性 把他们依照了 妨碍民意罪嫌给移送 在扭送到警局的过程 这场面非常的火爆 警察两个抓一个 被加勒服解雇的员工 持续不满对骂 算算简历 12345678 直接把人压上警车 场面一度失控 到底提什么抓人啊 事情发生在 加勒服桃园经国店 被解副的人工到门口抗议 结果一个个被扭送警局 有人敌死不从 四个警察 其中一人手就直接压在头上 据了解这八名被抓的前员工 主要负责检验卖场各项商品的 期限和安全 被解雇后 指控卖场贩售过期黑心商品 加勒服认为影响商誉 当场提告 警方受理后带回八人 因为他们也没有提出 过期商品的证据 警方训后 依妨碍民意罪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三连新闻 江文贤 王一仲 桃园报道 好 不过劳工实在辛苦 带大家看看 这是南投信义厂的 新中恒公路 在间发生 彩查车翻覆的意外 这辆发财车 载了七名彩查女工 今天礼拜天 还是要上山去赶工 但经过了台二十一线旁边 这个产业道路的时候 一不小心车子往下翻落 而且翻到了 五米深的山坡下 造成有一名男驾驶 还有四个彩查女工被送医 而这个娃娃 已经高龄77岁了 到院之前 没有呼吸心跳 这台车一死四个人受伤 受伤的彩查女工躺在担架上 紧急被送往医院急诊室急救 但是一名77岁的无姓阿嬷 到院前因为内出血严重 没有呼吸心跳 重伤不治 当晚没来的 意外发生在上午六点多 地点位在台二十一线 新中恒公路114.5公里处 由于事发地点偏远 坡度又抖 救护车根本到不了 消防队员只好请当地民众帮忙 用小货车载运伤患 现场一片凌乱 回事发当时 阿嬷仍心有余悸 当时蓝色小发财车 违法超载七名彩查女工 要爬上二十度的陡坡 没想到车子一试刹车失灵 整台车逗退路 突然四脚朝天 翻覆在五米深的山坡上 造成一死四伤的意外 三天新闻吴库云 吴一哲方品文 SNG小组南投报导 就在大楼每个月 只要好贵的管理费 你一定想象不到 有一天居然是 这么样的菜鸟宝拳 他居然误把小偷 当成是住户 把铁锤借给他之外 还热心地帮忙 引狼入室了 这个离谱的状况 发生在新北市三重的社区 这一天小偷来的时候 就骗这个菜鸟宝拳 因为这个宝拳 才刚刚上班十多天 他说我是住户 忘记带钥匙了 你可不可以借我铁锤 让我敲破窗户 可以回家 没有想到 这个宝拳傻傻也分不清楚 真的借了他铁锤 过程当中对方敲窗声音 太大声了 宝拳好心提醒他说 你少声一点 不然会吵到其他人 后来这个被偷的住户 回来才发现 糟糕家中名表饰品 统统不见了 后来也才知道 居然是这个宝拳 这样的失误 这个失误越闹越大 他恐怕要赔好几十万人 被小偷敲破的窗户 留有破洞痕迹 惨遭窃贼光顾的住户 刘小姐 从国外回来看到家里 变成这样实在难以置信 全部都打开 衣服翻得满床都是 满地都是 然后手饰盒 然后也全部被打开 手饰盒里面的东西 贵重的东西 手表全部都不见了 三十岁的小偷 遇到刚到任 才十多天的菜鸟保全 谎称自己是住户 忘了带钥匙 要等女友回家 等借口将保全骗倒 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要保全借他铁锤 敲破门进屋 甚至保全听到破窗声 还好心劝说 小声一点 不要吵到其他人 直到屋主从国外返家 才发现家中的名牌包 名表饰品 统统不翼而飞 气得痛骂 管理费根本绞心酸 我觉得很夸张 对保全本来不是 应该是保卫我们的 财产安全吗 怎么保全变成说 给小偷提供作案工具 因为没有经验 然后就注意那么多 因为他也不晓得说 这个事情的那个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犯嫌 不排除是内贼所为 将依巡监视器追查 而引狼入室的菜鸟保全 虽然没有停职 但因为一时的疏忽 相关的赔偿事宜 恐怕也逃不了 赛利新闻王运主 刘秉夹新北市报道 决议员柯正东 两度开道歉记者会 尤其是北京这一场 让大家印象深刻 因为他其实泪流满面 边哭边流涕说 今天呢 他的前女友肖亚轩 有记者会了 被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坦言说 其实看到这一幕 身为他之前的女朋友 其实看了很心疼 另外他也承认 这阵子有传简讯 来关心车正东 就希望他好好的加油 不过接下来 对柯正东来说 他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明天礼拜一一大早 九点半 他就要到北简来报道 痛诗庄围露满腰 还没退 夏亚轩为新专辑 情跑宣传 但仍然心系柯正东 看到他在记者会上痛哭 夏亚轩很不舍 心疼 那也就是希望他加油 然后要坚强 好好的站起来 我也有传简讯问候他 就是叫他加油 很慌张 知道错了 柯正东也一再对外道歉 他更要对自己负责 柯正东九月一号 星期一上午九点半 就会到北简来报道 接受检察官邓定强的讯问 将会采集毛发和咽尿 邓定强就是侦办 纳奶粉杀鹰案的检察官 这回侦办柯正东 根据了解将会采集紧贴头皮的根部头发 大约一元面积大小 就可以推算近几个月有没有吸毒 为了预防场面混乱 北简也已经指示法警严正以待 到时候将会拉出封锁线 应勋地点则可能是在第一侦察亭 隐秘性比较高 虽然据传检察官应该会念在柯正东市出饭 给予还起诉借饮治疗 但最短也要两个月 看来要平息读风暴 柯正东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再续了做不到 好 至于高雄 礼拜天又传出瓦斯外泻惊魂剂了 最近一大早在十点多 南子区这里学专路 就传出有不明的气体外泻 这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完全不知道 这外泻的是什么样的气体 但是到现场一查 发现浓度超过5000PBM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也不敢大意 他们先封锁了这现场 然后洒水警戒 还要求这些消防队员 大家也先撤退到封锁线外 后来确认了 原来是这附近施工单位 挖破了瓦斯管线 又传出有气体外泻 三台消防车驾起苗子 对着破洞的巨大人孔盖 用洒水戒备 人孔盖里头却不断冒出气体 高雄南子区学专路 周日上午10点03分 传出不明气体外泻 浓度一度超过5000PBM 消防人员立刻封路 为起封锁线 就怕气爆事件再度发生 不明气体外泻浓度超过5000PBM 环保局人员不敢大意 拿着仪器来回检测 最后终于发现 是一间营造公司 在执行水利局委托工程时 不慎挖断新高公司的瓦斯管线 虽然瓦斯公司立刻到场 将管线关闭 但附近住户 却痛骂营造公司 开花前已经在路面标示记号 怀疑他们已经知道管线位置 却还硬要施工 导致瓦斯外泻 针对民众质疑 工程人员只喊冤 强盗自己真的不知道底下有管线经过 但这起瓦斯外泻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却已经造成附近住户一场虚惊 三连新闻 许世良 陈招鼓 SNG小组 高层报道 至于新北市新庄 这一场火警命案 到底起火原因是因为抽烟 所引发的意外 或者是口角 所转变成的凶杀命案 我们带大家来看案情 在今天有最新的进展了 一开始的起火点 是在五楼的出租套房 而这对新婚夫妻 邻居说 其实这个晚上 他们其实一直在吵架 连邻居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睡觉 而后来发生火警的时候 妻子是命丧火场 丈夫成功逃了出来 这名32岁的丈夫 王姓男子 他已经完成初步的笔录了 他的说法说 当天其他因为吵完架 吃了安原药 最后是睡到一半 才发现火警 紧急来逃命 这都是抽烟有的祸 不过消防队员回到现场来勘查 发现说这个火势 烧得实在太猛太快了 抽烟的火不太可能会这样 火场的状况 跟这个丈夫的供词 是完全都不拢 加上也查到了 丈夫是有毒品的前科 现在把他改列为嫌疑人 33岁的王姓男子 从医院被带到警局制作笔录 身上手铐脚铐都戴上 他的腿部轻微烧伤 但走起路来步伐不稳 甚至摇摇晃晃 精神明显不集中 一个不小心摔在阶梯上 这起火警意外造成一死一伤 王姓男子活了下来 但妻子命丧黄泉 警方怀疑纵火的可能就是和丈夫有关 就昨天吵架了 吵到早上就开始吵了 那吵是我这上厕所上到一半 就闻到那烟味就起火了 妻子当时被发现时 倒卧五楼租屋处卧室 丈夫则是自己逃到二楼的楼梯间 被人发现 事后丈夫向警方公称 自己睡前有抽烟 有吃安眠药 早上火烧才被吓醒 但警方认为抽烟引发的火势 不可能这么快速又猛烈 并调查出丈夫有毒品前科 将他列为纵火嫌疑人 看看其他房客拍下的影片 起火的出租套房烧得一片焦黑 甚至连浴室的塑胶门都烧到融化 火调科勘察浴室的火势最大 而起火点出盼靠近窗户 极有可能是纵火造成 加上丈夫事后制作笔录 说法一变再变 是故意隐瞒案情 还是真的有嗑药 警方完成笔录后 将择其移送地检署复讯 若是真的烧死妻子 重大罪行已经触犯杀人罪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就让很多爱车族 都在说堆心肝 要炸一千五百万的超跑 要眼睁睁看他被打坏 变成是一堆废铁吗 其实这也怪不得别人 这个三十七岁的机师林修凡 他是去年开着这辆林宝接尼 俗称叫大牛的超跑 在路上被发现 其实他根本没有拍照 因此被拦查 依法是必须要没收 但这个机师不服气 他提出了上诉 但是被驳回了 接下来要命名的 就是销毁的命运了 我们也问到了回收商 他们估计说 这个大牛如果以这个 废铁价格的话 每公斤是六块钱 那么他被打碎打烂之后 恐怕价值只剩下万人有找 开着林宝接尼 因为没有拍照 被原金逮到 车主却睁眼说瞎话 便称自己开的是法拉利 车主心虚站在一旁 原来他是名阔哨机师 花了1500万 从国外进口这一台大牛 但却没有经过 安全审验合格的上路 被依规定没入 还得面临销毁惨况 车主不服 提出了申诉 但法官却叹他败诉 这辆价值千万的超跑停在派出所地下室 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 可以看到他的车身几乎沾满了灰尘 而且即将面临销毁命运 跟一年前比较 大概去年11月比较的话 是灰尘多了一点 灰尘多一点 那其他都是还是保持原状 林宝接尼关在这里 帅气模样全没了 变成了一头带宰的大牛 等着被送到回收场 像这样先压毁后 再丢到缴碎机内销毁 趁金论两脉 所以处理再一次压力不会很大 不会啦 不会啦 回收场老板 似乎被下了封口令 不愿多说 因为1500万的大牛 以每公斤6元的废铁价换算 残值恐怕只剩下9990元 可怜的大牛 连想要留下完整的引擎 或是车头最趴的logo也不行 只因为机师车主失误 害他难逃屠宰命运 千万车身变成了一堆废铁 三里新闻 江峻阳 张展志 许嘉诚 陈伯彰 台中采访报道 我开始主要特别注意的是 很多人觉得说 其实我在买车的时候买贵一点 因为它有这种晶片钥匙嘛 感觉好像比较安全 比较不会被偷 毕竟全台湾只有几个师傅 会做这样的拷贝 如果这样的赏的话 恐怕就错了 高雄这个车主呢 看准这一点 他当初可是花400多万 买了双B的名车 没有想到车子才刚刚进场去保养 隔一个多礼拜 车子是在自家大门口 当场被偷 他掉监视器 发现实在不可思议 窃贼他手中拿着一个 看起来就像是遥控钥匙一样 按了嗶嗶两声 不到30秒 轻轻松松就把他的车子给偷走了 运动流线的外形 着重道路行驶性能 动辄300万起跳 还是有很多民众喜爱 没想到名贵的车子 不到30秒 被窃贼轻松开走 三个半夜一名男子出没在高雄街道 带着鸭舌帽走进大楼棋楼下 好像在开自己的车一样 没多久大灯亮起 扬长而去 被钥匙开走的啦 所以我们想说 不知道是原厂那边 有没有什么状况 原本车主就是看准晶片钥匙 全台湾只有几个师傅会拷贝 非常安全才买车 没想到窃贼却不费吹灰之力 偷走这百万名车 实在很气 回想起来觉得怪怪的 车主说8月13号才进场保养 回来一个礼拜车就被偷 怀疑可能是钥匙被人复制了 八万名车呢 都是用晶片钥匙 但现在一次钥匙出了问题 车主找上厂商才知道 还有其他备份 又说 其实这台车有十只钥匙 但是 有八只在他们公司 然后都没有不见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蛮离谱的 一辆车有十把钥匙 车主听到不敢置信 原来是每辆车 除了给车主的两把钥匙之外 德国原厂还有八把备份 输入资料追查 原封不动都还在德国 数量没有短少 绝对不可能从总公司流出去 但小偷怎么会有钥匙 轻松偷走四百多万的名车 车主百思不得其解 三星文主委达周一轩 高雄报导 很多人都很好奇的是 这样的晶片钥匙 真的这么容易复制吗 怎么会有人拿着 一模一样的晶片钥匙 就这样直接把双B车给开走 我们也请教了专家 他们说其实呢 很有可能是有心人利用这一台 所谓的匹配仪来做坏事 还有这台匹配仪的话 轻轻松松可以偷取密码 而且成功可以来复制钥匙 甚至于如果卖给他车的 这个中古车行 也有可能他们保留了 像这样类似的钥匙 整个复制的过程 花不到十分钟 接下来他只要知道 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锁定车子的位子 轻轻松松就可以偷走 电影里头的偷车贼 钥匙开了还要对密码才会发动 这就是引擎启动密码 BMW车种就烧录在钥匙里 只要坐进车内 车子感应到钥匙密码的讯号 就会发动 一般开门的讯号 范围大约10到30公尺 有可能被拦截 但引擎启动讯号 范围顶多1.5公尺 要拦截并不容易 偷车贼要复制钥匙 就得从车主下手 甚至有一些不法的二手车行 因为这个动作 我钥匙本来就在他这边 他就先复制了起来 这就是用来复制钥匙的匹配仪 一旦车主的钥匙 暂时落入他人之手 匹配仪就能读取密码 烧录在另外一把钥匙的IC 只要车子的位置被锁定跟踪 就会被轻易偷走 他能够就像你车上 读你的密码一样这个动作 把密码读进去 他系起来之后钥匙还你 专家说像是代客趴车 修车厂 洗车厂 中古车行 都有可能被有心人经手复制钥匙 车主可以请原厂帮忙设定 像BMW最多可以烧制十把钥匙 把原有的十个栏位 只留两个使用 其他通通设成关闭使用状态 复制的钥匙就会失效 最好还是别把钥匙 随便交给别人 比较保险 参与新闻 杰达人志台北报道 政治聚焦带大家关心的是 年底的县市长选战 出现台湾很罕见的状况 这是傅昆奇夫妻 明天同时要登记参选花莲县长 外界当然质疑说 这是不是因为傅昆奇 他争取连任 但是他自己设计了一个 更二省的官司 明天9月1号才会开庭 一旦官司是在他登记参选之后 定验有罪 那么参选资格依法会被取消 是不是因此安排了妻子徐真卫 同步来登记 这难道是把妻子当成选举的备胎吗 傅昆奇夫妇在今天一块现身了 他们也发动了温情攻势 说夫妻俩呢 只要是合法来参选 不仅仅是提高这个胜选的考量 但也提供选民有更多民主的选择 我们带大家来看 今天夫妻一块现身 还拉起手互相拉抬盛事 不只深远傅昆奇 支持者的加油声 连县长夫人徐真卫都有份 夫妻俩的照片还放大 印在舞台背板上 诉求花莲向前走 幸福不换手 面对台奉合击炒股案两个官司 可能在选前突然定验 傅昆奇启动备胎战术 邦也要参选登记的另一半 向选民发动温情攻势 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 真卫都陪伴在我身边 包容跟坚持的力量 浩瀚到连我都称呼其后 不能让任何外来力量伸进来这里面 暗指回不去的国民党 是打压自己的外来力量 当着水民的面 傅昆奇再唱自己 就是不当乖乖牌 为了花莲的建设 我不能永远 去当那种举手牌 要举手的时候举手 要听话就要听话 乖乖听话 我就不敢投 连任拼到底 傅昆奇帮盛选之路买保险 夫妻俩都要登记选花莲县长 捐出薪水再打公益镇基牌 傅昆奇持续备战 不让镇记录中断 三立审 陈旭红奥玉闻 花莲台北综合报道 好 另外一个世事大会 今天同样热闹滚滚 就是民进党出镇列车 兼开网的新北市 来举行世事授起仪式了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加上了新北市长参选人游锡坤 另外浩浩荡荡有36位 是新北市的议员提名人 大家齐聚一堂 也誓言说要赢得新北市 放眼2016可以重返执政 好 但被问到的是 对手胜利连线显得来势汹汹 而游锡坤怎么回应呢 他说绿营呢 这次在双北打选战 他们早就已经是平民连线了 新冠 加油 新冠 加油 新冠 加油 出这大旗高高举 蔡英文带着游锡坤肩并肩 走入会场 击鼓声震天响 新北绿营选情 士气大正 新北市绿营党公职全道旗 上千名支持者挤爆了 共同见证小英主席 一一授旗给36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 适时拿下2014新北市长 也喊出市议会过半的目标 更把炮口瞄准朱立伦 自从朱市长上任以后 他拥有6000亿的计算 6000亿到哪里去 我们是个国家主义 身为新北市市民 我们有权了解 但是4年2千亿 但没看到什么 有阶段的议题 拥戴这个电线 管罗 朱市长答应了 大都票票 每一年 会有6000亿的同步 才能检测 每一年进来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 只是一个 点放和试的成绩 大家看到的 都是经过媒体的报告 跟大事的追选 的一个小确定的印象 前后任新北市长参选人 同台造势意味着交棒传承 这一天猜混生日 寿星加码为游锡坤 追打昔日对手朱立伦 选战倒数90多天 抢攻全台最大票仓 新北市民进党全面启动 三立集围李正道 陈乃宇新北市采访报道 好 不过说到新北市 最近有一些市府的员工 心里不太舒坦 他们觉得毛毛的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主要是新北市政府 因应了高雄气暴 跟澎湖空难 他们8月初 是在市长朱立伦带领之下 找了13个法师 来扩大普渡 但就这么巧 这天晚上 直通市长室 18号电梯 突然发生爆冲的状况 瞬间是往下掉 而且自动把门打开 让搭乘的员工 搭下好大一跳 他们会这么毛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在市政府当中 还有另外一台 编号25号的电梯 已经连续三天 都在凌晨0点0分 准时的故障 好 午夜12点一到 这个电梯就作怪 甚至呢 他们之前因为发生 有两名员工 都发生坠楼状况 醒来搞不清楚 自己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情形 我们带大家看 新北市政府怎么解释 就是这台18号电梯 新北市府内 唯一可以直通朱立伦办公室 却传出农历七月 异常爆冲 毛毛的 就在8月7号 新北市政府办普渡法会 当天两名市政府女员工 疑似搭上这台爆冲的 18号电梯 没想到电梯突然上下左右 剧烈摇晃 而且上面的楼层 不停地跳动 普渡法会一半晚 电梯不但瞬间往下掉 还自动把门打开 员工被吓得惊声尖叫 拔腿往外冲 同样情况发生不止一次 有人加完班 深夜要到地下室 牵车离开 也被困在18号电梯里 电脑是有故障讯号 但是可能在普渡当天 员工就会觉得说 就有点被惊吓到这样子 怪的是 新北市府员工接连出意外 去年11月 一位教育局科员亲生 今年五月又一个 从五楼气窗掉下来受重伤 花圃里还留下一个人形印记 但莫名其妙 这位科员事后完全想不起来 自己为什么会爬逃生踢亲生 意外发生地点旁边 这部透明电梯 众说纷纭 更让市府员工 一轮纷纷的是这台25号电梯 最靠近市政府的捷运站 连续三个晚上 在半夜突然故障 而且诡异的是时间点都准时在凌晨零点 听说有人吓到就是觉得毛毛的 哪有呢 每天都没错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假日留守的新北市府员工 绝口不提电梯灵异传闻 尽管市府解释零件故障 平常都有在维修 但每到固定时间恰巧坏同一步电梯 让人百思不解 赛地信用朱宇宏 百思华台北财报导 新北市政府他们的电梯大爆走 而且每到5月12点固定在这个时间会故障 市府甚至还特别找法师来帮忙送金祈福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兼我们的记者也特别找到 当时来帮忙做法大法师 他说这问题就出在市政府大楼前 不是有这个大地标吗 其实大家对他印象很深刻 就是每到12月 你看看他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 耶诞树装置艺术 不过法师认为说 他平常时这个造型 看起来就有点像是你拿香在拜 这是一个截煞之冲 恐怕是造成意外频传的主要原因 所有员工排排阵双手核实 由新北市长朱立伦带领 这个月7号在市政府中庭举办普渡 但今年特地从9位大法师 足足扩增到13位才共力 他是当天的其中一位法师 邱天相 不会言因为今年各地重大灾难不断 市府内也闹得人心惶惶 才会加强人手 现在就有多位秘密师指出 问题就出在这个新北大地标 雷射灯光流窜 新北市市民广场 这个公共艺术竹笋 每到12月就会变身大型圣诞树 已经是当地的观光名圣 但是命理师指出竹笋 搭配广场上两侧回廊 左右相称 恰好成为双手持香的模样 才会事故平全 案结杀直接冲击新北市府 进击请来大法师抽度 安定人心 也希望能够破除鬼影重重的传闻 三星文作客报道 好 接下来这个直级画面 是台中民众用手机拍下来 他们说74号快速到路的这个扎道上 照理说车子要上来 是不是应该往前走 但这一天不可思议的是 一辆接着一辆集体 他们往后来倒车 难道大家一块走错路了吗 就算走错扎道 也没有办法是用这样倒车的方式来下来 这明显是违规 不过我们查证了 这个辖区的交通队友 他们说当天是有状况的 其实在这个扎道这里 有卡车翻覆挡住去路了 前面的驾驶很担心说 这会不会造成大塞车 他自己下来指挥交通 要后面的不要再上来 还要大家一起倒车离开 他们不是往上走 而是往后流 这不是倒带画面 而是一辆一辆的轿车 排成一排依序往后倒车 接着再从平面道路开走 拍摄地点就在台中74号 快速道路的扎道口 有看到一台大卡车 就卡在上面了 杀死车 它是卡在扎道上面还是 对对对 就在扎道上面那边口那边 目击民众刚开始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还以为是车辆上错扎道 集体倒车离开 因为看看画面好夸张 一 二 三 四 至少六辆车以上 全从坡道缓慢倒车 最后才看到一名男子 拿着三角追出来 在扎道口指挥交通 他自己下来指挥车车倒车 因为卡住车也上不去 那边都会塞车 查证辖区交通队警方表示 22号当天傍晚 在74号快速道路 从德的扎道口 确实有卡车翻覆 加上自小客车 擦撞意外才会造成塞车 而刚开始也确实是卡车驾驶 自行指挥交通 要叫车别上来 不是走错扎道 倒车 民众别误会 也不会对车主开罚 三地新闻 张蒋正许嘉诚 台中报导 好 另外台湾人到底有多爱吃冰呢 来看这是德国的车商 到台湾来发展 他们就瞄准了 台湾人爱吃冰这个特色 砸下200万 在台湾打造第一家的 双麒麟快闪店 非常特别 他们这两种冰品 还说要凉车打造 就是按照这个车子的颜色 来搭配到底要吃什么样的冰淇淋 让师傅也非常非常的头痛 说那到底要怎么搭配才好 一部推出蛮厉害的 他两天卖了有5000只 甚至还带动了冰式车的销量 59号 号码叫不停 大排长龙为了双麒麟 就是还蛮浓的 就是有蓝莓味的 就是文化的锅 弟弟妹妹用汤匙咬 吃得很专心 因为一只双麒麟要卖100块 灵感来自冰式车 亮白车身搭上深紫色A柱 变身双麒麟是蓝莓 加上香蕉口味 亮橘色加上黑色车顶 变成哈密瓜和芝麻 德国车商要求量车打造 让师傅伤透脑筋 一开始可能提议是 也许是蓝莓跟香草 可是我们会觉得说 这样的搭配好像 有点太过于平淡 我们希望给消费者 就是比较惊艳的口感 所以来来回回搭配了可能有 可能五六种口味吧 线紫巴辣辣好了 看中台湾人爱吃冰 德国车商干脆一夜结盟 砸200万开设快闪店 开张短短两天 双麒麟卖出5000只 冰式车卖出7辆 但愿业绩增加3成 这个想法是来自于 我们的德国副总裁 因为他有一次经过 中下东方上面有一家 很有名的芒果冰店 然后就觉得 哇 我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然后呢 他就觉得 冰是不是对台湾人 非常的有吸引力 不止车商 电脑工业大厂 推出机器手臂 也靠双麒麟拉高曝光率 一圈圈堆叠每位 也创造无限商机 三地新闻 马家豪 范馨宇 台北参谱到 好 悬战倒数90天 带大家来看 这个微妙的互动关系 这是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 近一大早先到公园市场拜票 下午又赶托到了中医师工会 不过另外一位 新北市长的参选人 游锡坤特别向他来招手 说我们来组一个 毗民连线吧 没有想到柯文哲怎么回应呢 他说不用连线啦 沟通就好 还说骑哈想跟朱立伦 一块来搭307公车 这个回应丝毫不给民进党面子 好 今天呢 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 同样也被问到这个话题了 被追问说 会不会帮柯文哲来站台 蔡英文的回答也相当妙 他直接反问说 站台是什么意思呢 选市长还要兼看诊 柯文哲提醒银法族多运动 遇到轮椅族停下脚步多聊两句 不过其他时间说用跑的也不为过 步伐有够快 增加跟顾客互动的时间嘛 所以那个运货的时间要缩短 一个公园15分钟扫完 柯文哲力求落实他定下的选战两原则 心存善念尽力而为 继续跑市场每双手都不放过 你第一次能打我 把你过边当转 摊商兴奋送上好彩头 柯文哲婆妈好感度好像有升温 下午赶场中医师工会 找一届友人力挺 人气越来越旺 隔了一条河 新北市长参选人游锡坤 向柯文哲招手 要组成平民连线 但柯文哲似乎兴趣缺缺 也不要连线 互相沟通都是有的 朱立伦市长也在讲说 请我有机会可以去拜访 也许要找307做一趟 开头就讲明也不要连线啦 还想跟游锡坤的对手朱立伦 一起搭307公车 讲成这样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话讲得酸 站台是什么意思呢 站台是什么意思 选战经验丰富的蔡英文 不知道吗 蔡英文说 民进党和柯文哲是朋友关系 更为游锡坤帮腔 追打朱立伦 连胜文的胜利连线 倒不如来实际来检验在新北跟台北 那在市民的实际的要求是什么 一手炮打胜利连线 但自家的胜利能不能连线 民进党和柯文哲为妙过招 三地新闻做什么 连科短兵相接 我们带大家来看连胜文的部分 他是不是又失眼了呢 之前他说要把一兵迁到了 南港的山珠窟附近 被当地的民众抗议 没有想到后来连胜文又说 这个民进党议员跑到那个 充满气味的地方去作秀 实在很不容易 其实山珠窟过去是掩埋垃圾 没有错 但是他早就已经富裕 变成是生态公园 而他这说充满气味的味道 这一说让当地居民 其实更加火大了 抱怨连胜文怎么还停留在过去 垃圾山这样的印象呢 连胜文今天在跑行程时 对外界的批评 他说自己愿意虚心来接受 不违纪还没有解除呢 又让他们团队当中 疑似出现的内鬼 什么行程还有策略 似乎都被柯正营一手掌握 一片绿油油适合亲子同乐 南港山水绿生态公园 规划完善 也被连胜文向重 未来考虑将第一殡仪馆 迁到旁边 议员抗议民众挂布条 没有关系 这个也觉得 我想这些民党的朋友 也很辛苦 因为要在充满了气味的地方 来抗议来作秀 那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看看过去山珠窟 确实满山垃圾 气味让人不敢招架 但2002年开始已经不再掩埋 更富裕成生态公园 环境相当宜人 一句充满气味 就怕连胜文会让当地民众反弹 火上加油 不是 我是说这个 因为我们根据地方的一些朋友 跟我讲说 有时候晚上会有早气 那早气还是会有 不过不管怎么样 因为校围兄只教我们 我们都虚心接受 事隔一天 连胜文虚心改口 但讲话讲太快 恐怕是刻意出奇招 不按牌理出牌 因为大连舰队里金船 有内鬼 29号连胜文骑U-bike 柯文哲抢在前一天 发布政策 抛出要件 自行车专用道 隔天还跟进 同样也骑单车 怀疑幕僚团队 有意无意泄露行程 关于这个内鬼 我觉得是太过严重了 那但是主要是因为 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在行程跟政策上面 还没宣布之前 大概有一些部分媒体 或是外界都已经知道 提早出去也不是一些好事 所以大概是这个内部 做一些基本上的管理 落后士气难得 有起色 但近来却跌影床床 行程动态 被对手阵营通通掌握 连阵营不得不展开 抓鬼行动 三连新闻张生长 黄教委台报导 至于台湾的未来 会不会是香港的现在 我们带大家来看 香港下一步 何去何从要怎么走 今天有关键性的发展 这今天在北京人大的常委会 一致通过了 2017年香港普选办法 而北京呢 排版的这个方案里头 他们其实在这个提名机制当中 完全排除了公民提名 而且也拉高了 整个参选提名的门槛 他们把参选的部分 限缩到只有两到三位参选人 这等于也重重打了 香港人一巴掌 香港人呢 眼看他们的改革无望 在今天有公民团体 他们扬言以后要 长期来占领中环 而港府也相当的紧张 派出有数千警力来维安 香港市民占领中环行动 再度一触即发 判了许久的普选梦 恐将人就进入一场 香港2017年 能不能普选特首 要么是要接受 人大常委会的这份方案 要么就是以后别再谈普选 星期天8月31号 人大常委会以170票全数通过 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办法 将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 为唯一提名机制 完全封杀公民提名 参选提名的门槛 还必须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 产生两到三位候选人 最后交由港民普选 提名门槛过高 又限制参选人数 港民痛批 这根本是假普选 外籍记者更当场呛瞎 李秘书长 你经常说香港民导人 需要爱国 你的意思是不是 他们也需要爱共产党吗 如果香港的行政长官 与中央对抗 不爱国爱港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 那么在一国之下的两次就行不通 改革无望 香港泛民主派已经做好长期战中的准备 晚上七点与港府复进集会 结束后还走一走 港府如临大敌 设置上千巨马 派出七千警力 严阵以待 北京更重话直指 香港在发动颜色革命 回归之后 香港人跟北京政权直接对抗的态势 越趋极化 三立新闻 陈文芳 杨才卫 张新恒 综合报道 好 严议宣聚焦 则是要带大家来关心 我一块来分享 这位45岁金曲国王陶哲 他的喜悦 今天是他大喜之日 在东方文华酒店 迎娶28岁的武清行千金 张佩荣 而陶哲的岳父呢 今天还特别出动了 价值2亿元的吧台超跑 来组成车队开道 陶哲迎娶的宾客 通常我们带大家来看 也是重量级 主婚人还是综艺界的主持人 张晓燕 牵着下车牵着新娘亮相 看得出来秀喵喵 15岁金曲歌王陶哲 8月最后一天 迎娶28岁美娇娘姜佩荣 一改传统印象 新娘身穿黑色造型礼服 只用蕾丝点缀 衬托出好气质 自称很难哭的陶哲 人生重要大事这天 也落下难而泪 歌王大喜婚宴 选在东方文化酒店 席开60桌 饭店外还有车队坐镇 八台超跑列队 总价值2亿元 这个车队呢 其实是我岳父 他安排的 因为我岳父是 一个车队的会长 我们都很爱车子 然后我们还可以 一起出去开车 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个 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这里我常常有说 谁可以跟岳父一起尬家 没有人 只有我 新娘子江沛荣是五金行 千金身家超过10亿元 不只名车开到 婚宴上也重新云集 张晓燕担任主婚人 周杰伦 王力宏 林俊杰 肖敬腾也会轮番担任婚礼歌手 堪称是演艺圈最重量级的婚礼 三星五 赖清俊 许惠美 SNG小组 台北什么的 好 至于今天棒球剑呢 Lamingo 桃园队 礼拜天的主场 特别找来这个性感女生 乖乖 火辣开球 大家好好享受这个女生 反戴迷彩帽 搭配迷彩背心 乖乖不只展露好身材 站上投手球 他更要一盏球技 挖球顺利投进 不受黄浩然的手套里 让乖乖兴奋地跳起来 跑向休息区 和球员一一击掌 成功开球乖乖一路笑得合不拢嘴 到场边还跟一群 玩特战游戏的玩家 不断拍照留念 我现在都紧张到流汗了 我还特地去练着球一下 还好我有那个介绍 原来女神可是很用功 上场前还把握时间特训 这次受邀开球 因为乖乖的名字 念起来就跟军用术语中的 七七一模一样 球团也特别为他 设计了背号77的球衣 那球员这么多 乖乖有没有特别注意谁呢 我之前有跟我哥讨论过 像什么林志胜 郭延伟的 听他讲过 所以特别选 还不错 鬼鬼家人也特别买票 进场要看他开球 还好在上万双眼睛注视下 鬼鬼展现女神气势 漂亮完成开球 谢谢林侯宇 莫华彰显 桃缘报道 好 接下来就要过中秋节 应景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我们带大家来看 好多家的老店都说 蛋黄苏是全国第一名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带大家来超级PK 一颗颗圆滚滚蛋黄酥 烤箱出炉香味四溢 一刀切下 好厉害的咸蛋黄 加上层次分明的酥皮 这一颗龙凤糖蛋黄酥 号称今年全国第一名 这个也是冠军 这个也是冠军 不过来到这家酒里乡 桃编也说自家蛋黄酥 是第一名 店里店外贴满 新北市长颁奖冠军照 转到三重还有一家 极地高饼行 那则是西北市刚出炉的 蛋黄酥第一名 增加大概三成 对 所以说有去比赛 就是有一个增加一个广告 增加一个曝光率 有了第一名加持 看看店里堆满礼盒就知道 订单接到手软 但到底哪一个第一名 最赞 先从重量来比 九里香六十克 吉利小银一些 九里香突破传统 在蛋黄酥里加进桂花 价格贵五元 但味道 蛋黄是融在那个月饼里面的 我女儿特别喜欢吃 她每年都一定要来买 都住这附近 所以有推销说 她这里的蛋黄酥 跟凤梨酥都不错 客人心中各有拥护 哪管哪一年第一名 业者只要赚人气 赚买气 消费者送礼 也格外有面子 三立新闻 黄云峰 尤凯如新北市采访报道 同样也非常有名的 还有台中大甲 这个鱼头酥 今天有业者开放 让民众可以自己做月饼 家长带着孩子坐在椅凳上 仔细听台上师傅讲解说明 因为这堂课要体验制作月饼 而在台上指导的人 可是鱼头酥之父 阿聪师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慢慢来 大朋友带着孩子揉面团 制作中秋口味的月饼 想说 那个利豆碰 我们都孩子没有做过 所以就是来尝试一下 这里是芋头观光工厂 由阿聪师一手 打造要替当地人 带来观光人潮 拼经济 吃 喝 玩 热 在这里都有 看 蚝子 我是沉的 稍的 冷的 我这里 现在也都做成 小巧的芋头酥研发人 就是阿聪师 他创新想法 让大甲芋头文明全台 更让芋头酥帮企业赚钱 成功以后 他决定返乡回馈 结合海线在地文化 打造芋头文化馆 为了拼观光希望人潮也带来前潮更带来商机 芋头文化馆结合观光工厂 让观光客 认识在地文化 也创造新的旅游形态 3D新闻 无语者许嘉诚台中报道 今天18月最后一天也象征暑假要结束了 明天高中以下是开学日 好多学生今天忙什么呢 他们去改制服 有一些是裤子的长度缩短 但是有更多女生 她们特别改上衣的腰身 高雄女生排排站制服大PK 不过仔细看这一件 水手服一摆又宽又长 左边这一件袖子也宽得很 尽管设计得再美也大口分 前章八四分钟 转一下 侧面向我 拿着皮尺一个量过一个 就连大腿腰围也量得很仔细 开学前夕制服店 挤满家长和学生理由 全是同一个 因为我女儿比较瘦一点 学校的都很大 穿起来会像布袋 会像布袋一样 我想穿起来像布袋 学生花心思制服大改造 最在意的就是腰身 复兴高中合同学 镜子前换上新制服 笑得多开心 因为又宽又长的下摆 不止变短变利落 腰围也往内缩了一些 腰线变明显 这个人看起来有精神许多 就比较宽啊 就是连他这边就没有办法那个 就是会吐 对啊 他会比较出来 那就很搭建 在这边客户层 100个 差不多70个女生 30个男生 一样都穿制服 为了穿得漂亮 又不违反校规 学生们不怕麻烦 衣服一修再修 扯了开学前 另类盛况 三星我来新军许 婚美台北成本 好 周末节快到了 很多婆婆妈妈伤脑筋的事 在家里要准备烤肉的食材 实在很伤脑筋 不免俗 今年还是有这样的烤肉懒人包 不过分为是基本版跟进阶版 基本版当然就是像过去 帮你把食材烤肉用具 全部准备好 送货到家 但进阶版是连人都到家里 来帮你烤 想吃乳猪或火鸡都没有问题 一圈 两圈 三圈 手动探烤 逼出油脂 卤猪肋排 焦香焦香 你有客人自己烤的吗 没有 几乎都这样 想吃不必动手 师傅帮你来 直集工厂厨房 这个是火鸡 两大只火鸡 热腾腾出炉 翻面送回烤箱 另一边还有香肠和糯米肠 三大烤炉同时动工 老板好忙 很多很多 都排满满的 都差不多两个月前就订了 甜不辣 肉狗 想吃什么 彤彤帮你烤 用铝箔纸保温 打包 动货到家 20人份 代烤费2500 中秋还没到 订单多了三成 但烤还不是最麻烦 有自己准备过食材跟器材吗 以前曾经有过 但是比较久了 那花多少时间 还蛮久的 花时间没关系 有点麻烦 香肠肉片丢一篮 看准现代人就是篮 烤肉也有懒人包 你说要两包 这样一包而已 员工忙着分装 整箱食材帮你打包好 烤肉业者自营工厂 一条龙拉低成本 最受欢迎的一人份大约250 比自己买更划算 小小工厂光是一个月中秋档期 出货多达20万份 进账超过5000万 最懒的啦 对不对 因为他记得之后 什么食材都来了 烤也是现场工作人员 在那里烤啦 要吃人家就一盘一盘的端到你的面前 前提是得提前一个月下订单 中秋节还没到 懒人伤筋提前发酵 三地新闻 马家豪 许会美翻新鱼 台北参报道 据冰桶挑战还没有退烧 越来越多名人跟民众来参与 不过接下来 这个美国阿公玩过头了 他是拉年仅十个月大的孙女 跟他一块来泼冰水 让这个小女婴的爸爸气到去报警 从超人 卡通 辛普甄家庭 到CNN主播 甚至还有民众把飞机倒过来飞 用挂在胸前的冰桶上演高空特技 延烧全球的冰桶挑战还没退烧 不过为了创意 现在有人玩过头 居然连十个月大的孙女 都被拖下水 阿丽雅还听阿公讲解 好奇地抬头看 那直到冰水就当头灌下来 这段影片曝光之后 阿丽雅的爸爸气炸了 当场报警 尽管有人玩得太吵 包括冰桶挑战却已经替舰动人协会 募得三十一台币 足足是去年同时期的三十五倍 更意外地带动冰块大卖 美国舰动人协会甚至一度 要把冰桶挑战进行注册 后来因为受到质疑而取消 而医生则对一股脑的泼水热潮 提出警讯 对抗舰动症是场长期战役 医生建议耐心和关注 对舰动症患者来说更为重要 三地新闻中雨后 综合报道 警方破获贩毒吸毒集团 结果抓到自己人 十个嫌犯当中 有一个是屏东消防队员 而且他的尿液检测 呈现的是阳性反应 议员痛批说 怎么都已经抓他吸毒 还让他开消防车 到处再送病患 贩毒集团以出疏公寓为据点 浑然不知已经遭到警方监控 大批远警埋伏门外 见时机成熟 踹开铁门 强势攻坚 躺在床上的嫌犯 第一个遭到制服 房间内搜出 安非他命 K他命毒品和吸毒工具 这群嫌犯一度顽强抵抗 警方进入房间查夕的时候 我发现房间这里 六位的嫌犯 体型都是很壮硕 那其中一位封闻 是有参加过三铁 以下的一个选手 警方连搜两处公寓 总共抓到十名嫌犯 不只有壮硕的三铁选手 快然发现竟然有横春消防分队 一名张姓消防员 而且咽尿呈现阳性反应 根据了解张姓消防员 2007年在桃圆服务的时候 就两次吸毒 祭国乐界 据他表示 他是在两周前 在不知名的那种情况之下 他有做一个 有吸食 他并没有承认有购买的一个行为 通年的部分 他是在私下有金钱的往来 这样子 消防队员工程是和朋友聚会 务实毒品 消防队表示 相信他的清白 等检方复验之后再做处理 不为议员痛批 吸毒还开车 再送病患 根本是草菅人命 最后消防局决定 将闯获的消防员 先调离外情之物 三铁新闻张晃明 评冻报导 另外这是提前庆祝中秋节 新北市的永和区公所 他们举办了晚会 特别邀请来好几位资深的实力派歌手 另外这是新北市长朱立伦 也很难得开进口大秀歌艺 来听听朱立伦他的歌声到底如何 资深实力派歌手 罗世锋 林淑荣 表唱无言的结局 老歌一首接一首 永和中秋晚会 隐藏版的演唱嘉宾 还有他 连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唱得不亦乐乎 这些朗朗上口的歌曲 全部都是作词大师庄奴的经典作品 现在的歌 你十首考我 现在的歌 我跟每人一样 十首都背不起来 记不起来 以前的歌 庄罗老师做的歌 每一首大家都朗朗上口 大家说对不对 对 除了好歌 还有坚强卡斯丽婷 血雷 殷阵阳 富威 接力开唱 上外民众听得入名 也让永和这一夜 因为不朽的音乐 乐园 人团圆 三连新闻阵龙 是挺愿意综合报道 好 至于观众朋友 加油要赶快把握 接下来这四个小时 因为中油刚刚宣布了 明天凌晨零点开始 汽油要涨两脚 柴油的部分是调涨一脚 这也宣告了 八月连续四个礼拜 调降的好日子 已经要结束了 另外明天也要恢复上班上课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 详细的天气情况到底如何 来看各地温度的变化 休假日在家里好好休息 有民众喜欢是来个马杀鸡 而南韩最近包红的是这个吉娃娃小狗 躺在迷你的按摩器上 半眯着眼睛在享受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可爱 希望最后带大家关心 也非常感谢你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